Lesslie 你好 我想知道你宣布獲獎的日後 你的心情如何 心情那天當然很開心 但一早就有很多朋友 打電話來恭喜我 而且 每個人都很疼我 我接了一整個小時的電話 朋友只拿香檳 拿花上來我家和我慶祝 整天出街 其實都趕不及高興 你這次是第一次獲影帝獎 你自己不能親手拿獎 你會否覺得遺憾 遺憾 有少少遺憾 但因為真的在加拿大 亦都走不到 因為自己在讀電話課程 還有家裡雖然我去了這麼久 還未弄好 所以未有這麼多時間 充分的時間給我準備 預備回來香港獲獎 是有少少遺憾 但我覺得獲得獎當然很開心 你憑著阿菲正傳 拿到影帝這個獎 你會否考慮拍阿菲正傳續集 阿菲正傳續集 我們的老闆鄧光榮先生 說我的片酬太貴 不肯請我 其實不是 因為我在阿菲的續集裡 其實有幾段戲 我都會有份演出 但一早已經拍了 我亦都同意了 我會在阿菲的續集裡亮相 在這裡 借你們的關係 和所有觀眾說一聲 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我很開心可以和鄧光榮 和王家衛他們合作 這是我人生很大的 好好的經驗 謝謝 我還是走了 你送我回家吧 有回家的經驗我心 我說明想來坐下一桌 你當我講甚麼 你不可以讓我很隨便 你不可以讓我很隨便 你以為當我真的這樣 難怪一人給我 我就可以為福肉圍了 我不叫我已經 他不可以為我女人了 你別再走過來 你叫甚麼名字 我為甚麼要告訴你 看看我的標 為甚麼要看著你的標 我為甚麼要看著你的標 開工,說吧 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 這是事實來的,我終於不回家 我問你有沒有來過 你不見我就可以了 我知道你經常都有經驗 為甚麼你這麼賤 每天都說我不要你了 你為甚麼要看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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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不要你 你便自己回家哭 為甚麼要告訴我 我不想知道 原來她不是對我特別壞 也不是對你特別好 你別碰我 她對我看著她是一樣的 你別碰我 你確定不見我 不會人人都這麼高興 做人千萬不要給我 一天有個人閉著鐘跟我說 他會因為那分鐘兒會怨記得我